大家好,我是Stan 吃完麻辣烫再去吃糖葫芦 先用辣辣的麻辣烫让嘴巴麻木 然后用甜甜的糖葫芦来收尾 几乎变成了韩国十二时代的一个外食公式 从YouTube、SMR等影片开始流行的糖葫芦 目前已经成为韩国学生们放学后的必吃小吃 在韩国也出现了很多连锁店 在食品相关统计中 糖葫芦也成为了时代最喜欢的食品之手 虽然每个人的喜好不同 但在韩国大街小巷 都是可以看到手吃糖葫芦的小孩 尤其是在小学生之间 真的是十分受欢迎 从草莓、葡萄、蓝莓到凤梨 品种也非常多 此外,麻辣烫在外卖APP上 总是排在人气榜的上层 而这两种食品都远于中国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韩国年轻人如此疯狂呢? 首先是糖葫芦 因为YouTube上的SMR影片 色彩鲜艳加上酥脆的声音 最近人气急升 一位大学生对记者表示 喜欢糖葫芦咬下去的酥脆感 所以经常会吃 之前去中国上海旅游时吃过一次 最近我们家附近也开了糖葫芦店 所以来寻找那个味道 一位11岁的小学生表示 我在去补习班之前 都会和朋友一起去吃 放假前因为人太多 我们经常要排队才能吃到 而几年前进入韩国的中国麻辣汤 不只是一时的流行 已经成为韩国的长销商品 特别是在很多店推出了 将中国麻辣汤与韩国式火锅相结合的韩式麻辣汤后 完全征服了年轻人的心 一位上班族表示 这是麻辣汤 但不完全是麻辣汤的味道 相比传统中国麻辣汤的味道 这种汤饭风味更适合韩国人的喜爱 一起吃的朋友本来不喜欢麻辣汤 但他现在觉得非常美味 因为麻辣汤热潮持续上升 很多食品公司也迅速推出了 添加麻辣味的新产品 夸张一点说 只要食品名字前面加上麻辣 就会成为畅销保证 所以现在韩国市面上有很多 麻辣饭卷 麻辣拌面 麻辣猪蹄 麻辣丑年糕等 数不尽的麻辣茶茶 但是随着人气的剧增 也有很多人指责 因为麻辣汤糖葫芦导致的卫生垃圾问题 而在韩网引起了不少争议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健康和卫生不只是麻辣汤糖葫芦的问题 其他街边小吃也有同样的问题吧 什么都适当的吃才是好的 但现在的小学生们 一个礼拜吃三四次麻辣汤 糖葫芦是几乎每天都会吃 才会成为问题 咆哮的是 嘴巴说不喜欢中国 却吃麻辣汤糖葫芦 说不喜欢日本 却看日漫去旅游 嘴皮子争议磨人实在太多了 麻辣汤进入韩国后 配合韩国人的口味有了改变 所以我们现在连汤都会喝 所以对于韩国年轻人热爱麻辣汤糖葫芦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我也很好奇 麻辣汤的汤本来是不喝的吗